好 现在新冠疫情当中 宅在家的时间变多了 有不少人选择阅读 像是马来西亚的爱书人 他们春节期间还是非常的精进 透过了线上拜年的联谊活动 透过云端来开心交流 爱书人粉末登场 化身演员唱起戏来 难得场景出现在马来西亚佛光山 全国种子读书会 线上拜年联谊活动上 而碰上新冠疫情 各地爱书人没有停止阅读 虽然不能面对面讨论 但是善用科技还是能在线上 开心交流参加读书会心得 竟然让我们能够在这次疫情里 节信物信都出来了 困难就是我们踏在脚下的奠基石 越是困难越能崩出我们的智慧来 把新冠疫情变成垫脚石 佛光山西马太阴教区总主持 决成法师美丽大家 2021是一个读书年 鼓励佛光人透过阅读这一体药 疗愈不安心灵 另外是马来西亚总和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